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云 带云 武安 韦婷 大家武安 好 带云来看到 就目前这个大盘涨到了8900点 据各方的了解说 目前散户都好像还在这个场外 并没有进场来跟大家一起共襄胜举 是不是一定要涨到了9000点 大家才有那种明显感觉到牛市真的来了 其实不是 我觉得其实要看状况 就是我发现到 像我跟韦婷 我们都站在第一线的 我发现到 投资期货的投资朋友 跟投资股票的投资朋友 他们的状况不太一样 就是说 如果说是投资股票的投资朋友 他可能真的就像韦婷提到的 现在如果还在看 还在看还在看 但是可能真的就是要到9000之后 确定了 他们才会大举去做进场 这个是投资股票的投资朋友 他的一个属性 可是我发现到 现在投资期货的人越来越多了 那投资期货的人 他基本上 他不在乎指数到底是9000 到底是1万 他都不在乎 还有价差就可以了 对 因为只要1点就是200块钱 他只要2点 有2点的空间就可以去赚了 那你说台股这样子在动 每天没有2点的空间吗 没有啊 再怎么瑕福震荡 也有1 20点 2 30点 所以其实期货它是没有差的 所以我反而发现到说 现阶段投资期货的人 越来越多 所以就像刚刚韦婷问到的 这个现阶段台股怎么去看 期货操作怎么去做操作 我就在讲 接下来期货操作怎么操作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 我们怎么跟这个大家去分析说 今天的台子期会怎么走 你看哦 这个是昨天我在韦婷这个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析 台子5分钟他的走势图 然后我们发现到说 他5分钟走势图里面 你可以看到 昨天其实在尾盘的之前 开始突然出现买进讯号 然后呢 整个期货一直往上拉高哦 所以昨天期货跟现货都是拉高的哦 但是我们昨天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去看哦 他昨天虽然说出现买进讯号拉高之后 你会发现到上面有一颗小星星 那其实我一直跟韦婷在这节目里面都有提到说 像这个Lucky888超盘系统里面 除了买进讯号卖出讯号 是抓这个股票 抓期货 他的速率变化之外 也去抓他的背离 那其中 蓝色星星跟绿色星星分别是 这个红色星跟绿色星分别是买讯跟卖讯 可是这个小的黄色星星 就是提醒你背离哦 就是所以昨天就已经留下了一个伏笔 可是很多人可能昨天看到期货 如果说你用一般的软体在看 就是一路在涨 你以为就是要做多 可是不是 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 他是出现背离的 出现背离之后呢 你有发现到 今天没多久 后来就往下掉了 就往下掉了 然后现在开始又出现翻多 大概在8856附近 又出现买进讯号出现翻多 它会有盘又越垫越高 那后市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有机会保持这样一个走势 但是讲真的啦 我是屏東来的乡下小孩子 讲真的 我也可以跟你讲说 你看我的指标这边出现卖讯 大概在8875出现卖讯 然后呢 8856出现买讯 对不对 我昨天就预告说这边是已经 这个出现背离过热了 好那今天出现卖讯 我应该可以去空啊 对我可以空在8857 然后补在8856做多 我大可以跟你这样子讲 我的指标今天这样大赚 大赚这个二三十点 可是讲真的 我没有去做 为什么我没有去做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反而 股票更好赚 期货好赚没有错 你这样随便做也有二三十点 可是我觉得股票更好赚 我大可以跟你讲说我赚钱 可是我讲真的 我平通来的小孩子 我不太会说 这个没赚 但是我也说我有赚 那个我不太会 如果你真的要说有赚 有啦 我之前这样子有赚 我之前在四月初的时候 就跟韦庭预告说 这附近其实是买点 是买进讯号 四月七号的时候 这个是15分钟线 然后四月七号的时候 跟韦庭说这边是一个买点 好后来大涨上来 这一段做多有赚到 然后呢 之前四月九号预告说会下跌 然后真的后来一路这样跌下来 这一段空单 我也有赚到 有赚到我就直接跟你讲说 我真的有赚到 好 那这个以像 这个是今天的走势来讲的话 今天我觉得 这个要赚也是可以赚 但是我就没有去赚 那我要讲这个意思是什么 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 你有一套好的工具 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去赚 总比你今天做错方向 是输钱还来得好吧 那为什么今天我不去赚 因为我说我看到更大利多 像我之前期货赚那么多 我觉得我留一些手气 对保留一些 我运气这么旺 我不想把运气一次用尽 我趁这个假日累积一下气 下个礼拜继续再赚 我也可以啊 因为我有一套好的工具 所以这个期货的部分 这个后市目前看起来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偏多的 但是到底未来怎么走 可能会在盘中第一时间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掌握到 好 除了这个大盘之外呢 这个最近这个轮动速度非常快速 尤其在今天这OTC 这个成像的大跌之下 很多中小型股已经开始稍微的消息 熄火了 不然现在资金却转到了 许多大型的个股身上 而且是超大型的高价股的身上 不管是大力光啦 TPK啦 宏达电 在最近这两个礼拜时间 都算是有所表态 只是哦 动一天就休息一天 动一天就休息一天 在这个待遇之前都在追踪 宏达电的表现嘛 现在TPK反倒是变得比较强势 有没有可能最近宏达电 被这个TPK稍微抢走一些风采 对 现在它稍微被抢走一些风采 可是那个没关系啊 因为其实不管宏达电也好 或TPK也好 只要能够帮你赚钱的股票 就是好股票 为什么我刚刚说 期货今天其实我要赚 我也是可以赚 像前两天我都有赚到 我就明白跟你讲 我都有赚到 那今天我不想赚 为什么 因为我讲得很明白 就是我觉得股票的机会来了 你好好去做选股 现阶段很飙啊 你看像TPK 像这个大力光 或像宏达电这些高价股 一天大涨就涨好几十块钱 就是好几万元 讲真的你期货 基本上现在很多人 还是比较用 避险的心态在做操作 既然是避险 假设你有一千万的资金 你怎么敢一千万 都拿去做期货 不会嘛 你可能一千万 大概一百万 用期货去做避险 可是如果你有一千万 你知道那个股票 操作的方法 你就敢一千万下去买 像比如说 像TPK的部分 TPK讲真的啦 我在四月九号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 我发现到 筹码面出现买进讯号 对不对 出现这个太阳 那我说这代表说 有人在逢低吃货 在吸纳筹码 这个四月九号 在尾庭这个节目里面 3673的TPK 来为了看 为了这个来确认 我们这边放大一下 这个价位的部分放大一下 来 你们有看到 当天攻涨停 4月9号当天攻涨停 是200.5 对不对 如果说不是当天做了这份资料 那这个位置点不可能是200.5啊 好 那当时是4月9号 那你看哦 你有发现到今天TPK 4月11号 他又攻涨停 又创下新高了 所以换言之 但是我们算是讲在前面 讲在讲在这边 讲在4月9号 那为什么4月9号 我们能够讲说 这边会涨之后 真的 4月11号又攻涨停 创下新高 因为我说 我们看到 中间已经有出现 买进讯号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想 如果说你能够掌握到 对的方法 像TPK 这种成交量 好几千张的股票 这种股价 200多块钱的股票 1000万其实放进去 根本就不算什么 你会怕买了卖不掉 会怕买了不好进不好出吗 不会 所以1000万资金 2000万资金 3000万资金 都敢大力去买 你大力去买之后 今天涨停创下新高 那个获利就是 几十万在赚的 所以我说真的 股票的钱 现在看起来 比期货还要更好赚 所以我当然 这个来讲的话 今天期货那个小涨小跌 我不想去赚 好那我讲这个 不是要你再去追TPK 我今天我先 悄悄透露一下 我待会后面 我会介绍一个 全新的创投资宝 创投我们知道 基本上他就是 拿资金去投资 有潜力的公司 那你知道 那个风险其实很大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创投公司 他不会轻易出手 他要看你的报告 看了再看 审核再审核 他决定要不要去做投资 可是我要给你讲的 这个创投资宝 你知道吗 他结合了玉山创投 他结合了华南京创投 去做投资 有一个创投投资 你都很了不起了 他结合好多创投的资金 去做进驻 为什么 我会待会给你看证据 为什么问那么多创投 会要投资他 我会给你看证据 重点是我告诉你 我要跟你说 接下来还是有很多机会 那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讲 但首先 你要先把 这个股票操作的逻辑 操作的方法先搞懂 比如说TPK 你能不能抓到 对不对 你靠 你现在知道TPK很好了 接下来要怎么驾驭他 怎么能够让他继续赚 帮你继续赚钱 这都是我们现在要进一步 讨论的重点 好 那现在整个TPK涨上来了 工涨停了 上场上的新闻开始出来了 你可能会说 对啊 TPK当然会涨啊 因为外资目标价上看300元 这个是4月11号 就今天的新闻 说美龄逆势调升 但是你看哦 这个是在12点 是在中午才出来的新闻 网路还比较快 可能你看报纸的话 你要看到晚报 看到明天的报纸才知道了 可是这个是盘中 即便是这样 他还是落后了啦 因为当你看到 他这个外资调升目标价 出来的时候 他早就已经涨停锁住了 所以重点是 你能不能之前 像我们在之前 4月9号就先做预告一样 3673TPK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 他今天上涨的理由 新闻出来了 可是我跟你讲 你只知道这样子还不够 股市要赚钱 你要比别人更深入才行 像讲真的 像我就知道说 其实TPK啊 今天这样种种看起来 这样的迹象 绝对不是 他的涨停绝对不是只有外资讲的啦 什么业绩出现增加 我跟大家讲个秘密 这没有人知道 我觉得我看起来 我觉得TPK后面有利多 而且是跟欧非光电 相关的利多 没有人知道 现在没有人在讲 现在都是看外资报告 外资报告只是讲说 未来这个面板复苏 触控面板景气 这个循环向上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没人能讲的 我认为可能跟欧非光电有关 你就把我这个给记起来 4月11号 我又再度压上日期 居然跑掉了 没关系 反正重点就是 你把我今天讲的话记起来 4月11号 你去看他之后法术会的内容 是不是跟欧非光电 有相关 好 讲到这个 你可能就想到说 但是老师你又这么有尬词 好像前几天你也是 有类似这样的个股是不是 有啊 你记不记得 我在4月9号的时候 我也提醒你说 8112的字上 你把4月9号这张图记起来 因为我之后要跟你去做验证 我认为他有利多准备要出来 那我第一时间掌握到了 第一时间带会员去买 第一时间带会员赚到钱了 那4月9号 我说请你 请你这一张图记起来 那我来给你看说 你看这边看一下 这个是雅虎新闻 当时至上还没有什么利多新闻 只有讲一些有的没的 最新的新闻是到4月7号 讲说荣卷强制回补 这个也不算是什么利多 你看往上拉一点 这是至上 对至上的雅虎 这个全部搜寻来的新闻 但是我就预告说 他后面准备要有利多 因为我从筹码面上 我从我的资料里面 看到 他将会 他的走法一定就是有利多准备要出来 就果不其然 隔天 就出来这个利多了 至上找到Pro Staff合共电动车 对不对 好你再去看雅虎新闻 同样是8112的至上 来往下拉一点 你有发现到 诶真的诶 4月9号 后来新闻都陆续出来了 之前我在跟你做见证的时候 这时候还没有哦 对不对 他新闻只到4月7号而已 同样是至上 还没有新闻哦 但是你看当我先讲了之后 他后面真的利多新闻出来了 讲说足迹成长啦 讲说布局到电动车啦 然后结果你去想 我既然能够领先 那当然啦 我之前讲在前面 是不是能够赚 来把图照清楚一点 全图 对 是不是就能够赚 事先先做卡位 事先就能够赚 对不对 这个是筹码指标翻多 在抓速率的部分也抓 发现到方向向上 速率向上 翻多 所以我说打一旧步啦 没问题啦 结果 后来就大涨创高 创高之后还没结束哦 我说会买的是徒弟啦 会卖的才是师傅啦 我在创高的情况下 很多人看到报纸利多出来 跑去追的情况下 我反而看到什么 我反而在韦庭这节目里面提醒 所有观众朋友说 不要去追哦 为什么 因为你在从30分钟线去看 智商的K线 在4月10号当天 当然他是大涨没有错 可是在尾盘的时候 竟然出现败向了 出现卖出讯号了 速率开始下弯了 短线速率 长线速率都开始下弯了 所以我说 我带我所有会员赚了就卖掉了 有进有出啦 获利落贷 赚了卖掉了 好结果你再看哦 结果今天至上 就出现下跌了 讲真的 你看一般的K线图 你完全看不出来什么 迹象 但是 很明显啦 我说该卖后来就跌 对前面说会涨 就后面果然就往上创高 所以事实上 我觉得 我讲事实上不是要告诉你说 我们赚了多少钱 这个钱多少赚 其实你自己感受得到 其实股市钱真的不是那么难赚 投资分析是有它的方法的 投资跟赌博不一样 如果说你买股票都是 凭感觉应该会涨 或看报纸 觉得应该会涨去买 讲真的 那个是跟赌博差不多 因为那就是拼命气嘛 看看会不会再有下一支 再涨一天 可是如果说 你把投机跟投资拆开来看 投资是可以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做好 然后成功随到渠成的 就像你读书一样 你把书全部都读完 都背的鬼光要烂熟 考90分考100分 那个也只不过是 随到渠成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这套软体 取名叫做Lucky888 Lucky就是幸运的意思 翻成中文就是幸运的意思 我觉得就是你把 该做的事情做好 像我这软体掌握到了 基本面 掌握到了筹码面 掌握到了速率的变化 大自然的道理 你把这些都掌握到 获利也不过是 随到渠成的事情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 结合基本面 结合技术面 就像刚刚韦婷问到 红达电怎么看 大家都知道 我操作红达电没有输过 把把赢 为什么 就是结合了基本面 结合了技术面 我基本面讲到 可以让红达电的法务处长 公关处长 找我去精华酒店喝咖啡 基本面领先 技术面看到别人 看不到的东西 难道可以把把赢 那致上你也看到了 公开在 韦婷这节目里面 公开操作 好那很多人都说 大英老师 好了红达电 那个没赚到好可惜 致上 我们也没赚到好可惜 你还告诉我们下一档 我们下一档 你要一起来赚 好 马上来讲下一档 就是这个创投资宝 就是这个创投资宝 那这个创投资宝 为什么我说 这个很不简单呢 来你看一下 董监慈股名单 我们刚刚讲说 创投公司 因为他要压一个公司 对他把创投资宝 投进去 他会担心风险 所以说他一定是 审查再审查 想了又想 一想再想 最后搞不好还是不投资 对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啦 可是你知道这家公司 创投资宝 他你看到董监慈股名单里面 有什么 玉山创投 好 然后这个 国泰创投 你再往下拉 华南京创投 三个创投耶 你要拿到一个创投的资金 就已经非常难了 他可以拿到三个创投的资金 然后你再看哦 这个是 这个是大股东 来 董事兼财快主管 对不对 也是他们的投资公司 我要给你看重点是 持股比例多少 21.5% 然后这个呢 是他们的这个 这个董事兼负总 就可能就类似 类似像执行长啦 持有10.92% 这代表什么意思 你去看台湾很多 上市贵的公司 大老板持股都只有3% 2% 1% 为什么 他们可能对公司 自己没有信心啊 你只有对公司有信心 你才愿意买那么多股票嘛 自己持有这么多嘛 如果你对你自己公司 没信心 你当然不敢持有那么多股票嘛 公司 老板 对自己有信心 创头也看好 然后你再看哦 然后你再看哦 股价 没有涨 还没有涨起来 然后你再看哦 他前面出现这个是什么 买进讯号耶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讯号 跟我们之前在讲 在讲这个TPK的状况很像 之前出现买进讯号 但是还没有什么涨 然后结果今天 冲涨停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创头之宝 它的基本面强到 有三个创头加持它 它基本面强到 大股东持股超过三成以上 然后就像当初TPK一样 都还没有涨 它到底有什么基本面 我们后面下一段回来再谈 因为这段时间有点不够了 后面下一段回来 我们再进一步谈 它到底有什么基本面 这个创头之宝 到底哪里好 为什么可以吸引三个创头去做投资 但是我希望你先在这个广告中 这个节目中段广告里面 利用我们的电话 先跟我们去做联络 因为我相信当我下一段 我把基本面介绍完 讲完之后 一定会抱现 你到时候电话一定打不进去 所以我希望你现在就先打通 先拨通 先问到底这个创头之宝 它到底是什么 那讲真的 我也很希望跟你讲说 这个我们有什么优惠活动 因为有些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问 你说戴云老师 我左转右转 看很多电视台 他们都推什么优惠活动 什么一个月体验 什么三则五则优惠 为什么我都没有讲这些优惠活动 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稍微停这节目 如果我再把节目变成广告 我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做自己生意 当然这些东西其实 这个有些东西 你自己真的要来问 那我是不能 我是 我觉得不是 那个也不是重点 因为真的股市 你要赚钱 那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不太跟你讲说 到底有什么优惠 我觉得那个都不重要 重点是 你要先把这个股票 会涨的股票最重要 把它给掌握到 把它给抓到 所以我希望你在广告中的时间 把电话拨通 先问好说 到底这个创作之宝是什么 那下一段 我们再进一步回来 补充它的基本面 好 我们郭海大人家 先休息三分钟 马上回来 我们再进一步 再统一面包 柔软细致就像刚出炉 统一面包 在古海中 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头部 实现每个人追求财富 和成功的梦想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走遍世界各地 有时候 真希望到站 就能到家 真正增值又保值的捷运站 只有在捷运站前 第一排 我的推荐 机场捷运站对面 景都第一桩 致富第一桩 你有长期胃痛 未失望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针线 0800 017 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 试用包哦 你有长期胃痛 未失望逆流的困扰吗 快打免费咨询针线 0800 017 017 赠送有国家认证的 试用包哦 在古海中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头部 实现每个人追求财富和成功的梦想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有些事错过就没了 还好麦当劳全新超值优惠 随时都在 全天优惠不分时段 超值选餐全天价79元起 麦当劳时时都超值 欢迎再来回到古海大银家 我记得说刚刚在上半场的代孕 提到的这档个股 很多人都还在问说 现在有没有一些更详细的 这个产业面的这个变化 能够提供给大家 对如果刚刚在广告中电话 你打电话来问说 这个创投之宝是什么 你还没打通还没问到的 你现在继续打没有关系 那你一边打我一边讲 这个到底是什么 它到底怎么样 能够吸引到玉山创投 吸引到国泰创投 吸引到华南京创投 这都大金控的创投 不是什么你名不见经传的 那种小创投 都大金控的创投去做投资 我觉得你要去想 这些创投 玉山金控的创投 国泰的创投 华南京创投 它先去做投资之后 有没有可能之后 它的自营部也看好 有没有可能之后 它的投信单位 投信的持股也看好 投信基金经理人也看好 都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都是属于金控 金控集团的嘛 这么多创投看好 到底为的是什么 好慢慢来进一步去做说明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 这个创投资宝 你看它的技术现行 还在底部 这完全就像是当时TPK在底部 刚出现买进讯号 那个模式一样 然后还没有大涨 后来TPK是已经涨上去了 这个创投资宝是还没有涨上去 那股价你看一下 股价蛮重要的 这边看一下 我不讲它多少钱 但是你可以明显看到说 大概就是十几块的价位吧 二十块不到嘛 十八点零五 对 为什么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因为你知道吗 跟它做一模一样的公司 我直接讲了 它是做标签相关的啦 跟它一样做标签相关的公司 像F绿越 F概念股 F绿越 你知道多少钱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直接连到网路上 我们直接来查 这个是台积电的K线 台积电K线 顺便讲一下 你看台积电这边出现买点之后 就一路上去 这个都是我们Lucky爸爸系统里面 好给你看的是这个 1262的绿越 绿越 你看也是买进讯号出现之后 一波上去 然后卖出讯号出来之后 慢慢的下来 好重点是说 你去看现在的位置点在哪 两百多万 这边放大一下 我们给观众看一下 即便是最近稍微 出现卖讯 稍微下来叠一点下来之后 你看 两百三十块 绿越 跟我刚刚提到的创投之宝 他们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都是标签 为什么标签的概念股像绿越 之前开始 已经涨起来了 先涨一波上来了 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现在 他们的旺季快要到了 什么东西用到标签呢 比如说你喝饮料 买饮料 比如说你抽烟 比如说你送礼物给朋友 你不是要防伪标签吗 像金门高粮都防伪标签 绿越跟我这个创投之宝都是在做这一个的 那你像现在五一长假快要到了 那五一大陆五一长假过完之后 这个台湾大陆都一样 都有端午节送礼 然后都有中秋节送礼 甚至可以一直连接到年底的 这个感恩节圣诞节 也可以抢到国外的订单 那你像这个创投之宝来讲的话 这个创投之宝来讲的话 百事可乐 可口可乐 很多饮料厂 都是他的大客户 然后也在大陆里面 不然像统一 也是他的一个客户 所以你想如果说 这些这个未来的饮料销售会出现增长 因为刚好暑假天气热嘛 饮料销售会出现增长 然后呢 这个又有送礼 又就是这个相关旺季 绿越已经先涨一波了 那你说 这个创投之宝它会不涨吗 为什么我刚刚一直要给你看说 它只有18多块 因为你拿去跟绿越来比 绿越是230耶 200多块钱耶 就做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的客户还比他大牌 都是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 就他的股价还在20块不到 一个200多块 一个20多块不到 那你说有没有机会发酵 当然有啊 而且呢 重点是股价稀奇有够低 刚刚你看到绿越市 已经哇一波翻上来 大涨一段之后 然后稍微做震荡洗盘 可是这个都还没有涨耶 完全在底部耶 而且重点中的重点是 它出现了买进讯号 完全就是复制TPK的模式 但是TPK就是出现了买进讯号之后 出现做一个走高 所以我希望你不管怎么样 电话一定要拨通 了解到什么是创投资宝 好 更多以关这个高价股 已经包括了 属于低机器的个股的分心 还是要请大家继续锁定下礼拜的 古海道一家楼 我是韦婷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